台湾前副领导人吕秀莲访美为她的英文自传举行了新书的发表会 首站就抵达了洛杉矶 吕秀莲指出 有关反服贸学运学生抗争 她是支持司法无往无纵 希望对学生能够从亲方落 同时吕秀莲也肯定了北京当局的表现 吕秀莲这次访美主要是为了她的英文自传 我为新台湾的奋斗举行发表会 这本英文自传由华盛顿大学出版 吕秀莲此行将停留洛杉矶 纽阿尔兰 西雅图 纽约 波士顿等六个城市 首站抵达洛杉矶 在接受媒体联访时 吕秀莲主动提到 过去传统概念 年轻人不太管政治 特别是女性 但这次反服贸学运 有许多学生参与 而且女学生也不比男学生少 她觉得很安慰 我这次也看到我们的年轻人勇于表达自己的意见 而且领导人 我们透过媒体看着 每一个人都讲得头头是道 可以看出我们下一代是非常优秀的一代 也都非常关键台湾的前途 吕秀莲指出 学生行使抵抗权 虽然占据立法院并不合法 而她在出国前 听到司法单位要约谈学运相关人士 其中有些人可能会被起诉 她强调 支持司法误望误众 但最好能够从轻发落 如果处理不慎的话 可能会引起另一波抗争 年轻人他是很关心国事 更关心自己的前途 很多人就是认为服务贸易协定如果签订以后 可能对少数的金融业有利 对绝大多数的产业都不利 对年轻人就业也是更麻烦 所以他们趋于对自己未来 那么我觉得这是一种正当防卫权 所以希望马政府谨慎来处理 吕秀莲也肯定北京当局的表现 认为北京并没有趁着学运期间轻举妄动 显示北京当局更加成熟 不会介入台湾的内政 天下卫视记者孟子文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